学校大家好 我们基本的这个项目功能开发就完成了 我们今天要讲的其实就是进行一下总结 在总结之前呢 我们上一节课讲的是一个上线的一个流程 上线 首先我们上线的一个过程 是怎么把它提交到AP字道 怎么建立账号 怎么建立提交的 这些遇到问题怎么办 主要讲了一些上线的一些知识 我们这几个就是说我们这个项目开发完之后 我们还是要进行一下总结 其实整个的一个流程 就是我们的一个从需求分析开始 我们拿到别人的或者拿到一个别人的APP 或者是交互UI交互给我们的一个原型 我们先分析 分析一下我们有哪些模块 哪些有哪些功能 那些功能有没有重 就是相似的地方 只是内容不动 在我们设计的过程中呢 就可以对它进行一个重用 就是一种代码的一个重用 然后需求分析完了之后呢 我们就进行一个系统设计 系统设计 系统设计 系统设计呢 包括一个UI的设计 就是UI把这些界面呢 就够我们设计好 应该长的是什么样子的 这是关于UI界面的一个设计 系统框架的一个设计呢 就是说我们把基础的一些信息 包括应用图标跟启动图呢 这些是必须的 我们就先把它框架搭好 然后我们在开发的过程中呢 按照一种木模型 就是模型model实体 实体里边 它的一个还有一个就是操作 操作里边 获取到的一个model 然后把model的信息 展示到界面上 这为由就是呈现界面的 event和change呢 就是将这三个联系在一起的地方 就是一个事件 这边做好了之后呢 可能跟证书 跟我们发布有关的一些配置 包括我们的证书 有企业版或域的盗版 还有一些日志的输出 一些常用的红 还有UIL的一个配置 提交代码 就是说我们所有的这些过程 一定要提交代码 然后在地理体的开发过程中呢 我们就可以分模块 来进行一个开发 这是我们在地理体的一个开发的过程中 在开发的过程中 各个功能呢 我们总结一下有没有共同点 有没有可重用的地方 这是我们要讲的这部分 代码重用 我们尽量的把公共的部分写在机类里面 不要进行一个代码的复制粘贴 第三方授权登录呢 我们就主要讲了一个新浪微博 新浪微博 在我们像一个上一个新闻阅读器的里面 我们还讲了一个微信的一个 微信的一个open API的一个使用 大家可以看一下 可以还可以去加入一个微信的一个 首选登录 在首选登录里面呢 我们介绍了一种SSO的一个首选登录 还有就是使用网页的一个访问 OAuth 2.0的一个API的首选登录 有了这些登录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获取微博用户的一些信息 包括用户名头像 还有其他的一些信息 这是我们开发的过程中 讲的主要的一个内容 开发完了之后呢 我们还要增加一些单元测试 就是我们在提交给测试之前 我们先跑一下我们的单元测试 尽早的发现一些基础的一些 或者低级的一个错误 减少我们的错误的一个发生 还有就是避免测试测不到的情况下 或者我们工程项目比较大 有可能核心的模块呢 不是每次测试人员都会测到 所以我们跑一下单元测试 也是非常必要的 这种我们讲了一些如何来写单元测试 如何来测试 这是单元测试 最后我们测试完成之后 就需要涉及到一些上限的一个过程了 上限 就是如何提交到EPC道的一个流程 这是我们大概这个项目学到的一些知识 和涉及到的一些知识点 在这个地方呢 还需要跟大家说明的一点 就是说我们这里边啊 我们在我们的工程里边 我们这里边工程里边有一些 有些特殊的这些UR了 还用到了一个签名 这个签名呢 好看一下它的一个签名 这里边我们这里边呢 这里边的一个签名 其实就是对我们这里边用到的这个参数 相当于这里边的这一部分的一个签名 如果这里是北京 它是换成其他城市 这个签名值是不一样的 所以具体的一个签名算法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里边是它的一个请求 这里边是一个APPC 包括一个签名算法 具体的一个签名算法的一个规则 用力 具体的用力 它这里边可以看到 它有一个ICTK 我们这里的ICTK 我已经下载下来了 一会给我们可以看一下 签名声称的规则 这是资源访问的一个路径 请求的参数 包括这些参数 对这些参数呢 需要对其进行一个排列 排列之后 然后再用进一个签名字符号 进行签名 签名算法 这是一个声序排列 除APPC以外的一个参数 进行一个声序排列 然后再把上面的参数进行个链接 然后让它做成前缀 然后进行个沙弯的一个计算 并转换成16星的码 转换为全部大写后 即可获得一个签名字符创 这是具体的一个签名算法 这里我们为了简便 我们这里边直接拿它生成好的一个签名 这里边必须是北京 如果换成一个别的城市 这个签名算法也需要对一个对应的一个改变 否则的话就会失败 这是我们讲的一个签名算法 这里的签名呢 其实我们在在前面 前面前面讲 这个foros的时候 1.0 1.0和1.0a 即便也有一个签名算法 跟这里是一样的 大家如果有 这里边我们说了 要签名 需要签名 这里边的一个签名算法 跟我们这里是一样的 它的一个sdk呢 签名算法的一个sdk 大家可以去这里边下载 也可以在我们这里边看一下签名的一个sdk 它就告诉你如何来进行一个签名的 这是一个签名算法 对给大家说明一下 免得大家换成其他城市 还用这个签名字符罩 有可能问这个签名字符罩是什么 从哪得来的 这就是告诉大家这种签名的一个生成 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我们这里在做项目的时候 可能做的比较快 我们有一些知识要需要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说我们多屏幕适配的一个自动布局 像我们上一节课前面 加的一个看一下 加了一个map page 这里边呢 我是在四永存下面 进行的一个设计 如果换成4.7或者5.5 这个界面会是什么样子呢 如果不加一个auto layout 它的界面啊 就是这样的啊 就是看一下就是这样的 大家可能问我们如何来做呢 其实我们就 就是加一些啊 auto layout 首先我们 头 我们进行一下这样的布局 然后 看啊 它有一些红色 说明我们设的有地方不对 然后把高度固定 这样就OK了 啊 这样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再把它放在4.7英寸下 再看啊 这样我们看到的这个啊 背景位有已经填充满了 然后呢 这里边还有这个按钮啊 这个按钮呢 我们还可以对它进行一个设置 把它怎么设置呢 宽度高度固定 然后一左右一上下距离啊 这样我们再看一下 4.7 这样就是做 它 它就跟着往这边移动了 这就是多屏幕适配的一个啊 如何来 如何来进行的一个啊 一个一个设计 看我们这里边我们再回去 看我们这里边在多屏幕这个长度没有变 没有拉长 我们还可以对它进行一个Auto layout布局 我们把它往这边来来 来一下 然后呢 上下啊 左右 这里边我们可以看到离哪个距离 我们可以离微游 然后呢 高度固定 这样就固定了 我们再把它放到4.7英寸下 再看一下 看它的一个长度也对应的拉伸了啊 这个城市对应相应的城市 我们可以对应的进行一个改变 这里面是相对于高度 好这样说明我们就添加正确了 然后呢 我们看这个商家啊 这个背景图 我们同样的啊 对应它的一个高度进行一个普局 然后呢 这个按钮 我们同样的啊 对应一个高度 然后再加这个微游 微游高度固定 然后上下左右 然后这个按钮 好我们加完这几个呢 好这个也加一下 好它有错误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进行一个啊 更新 啊 这样我们可以看一下在4.7英寸 看一下我们这个界面 其实就是啊 它没有过来 我们可以看它的一个长度 就是这样的啊 它的还 我没有设它 因为它还没有拉伸 啊 它还没有进行一个auto layout 我们这里再改一下 把它设置一下 把它改一下 设置一下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个 好 两边是0 然后我们把它 把它改成0 好 把它改一下 啊 这个我们可以先把它去掉 我们再把它重新加一下它的一个 约束 在这里啊 它的约束都在这里 把它删掉 然后呢 看一下 这些这些其实都可以先去掉 把它啊 在宽度重新加一下 啊 350 然后我们再把它的一个 看它距离哪个 左右 然后高度 好 这样我们就加完了 把优惠键 同样的加一下 好 这样我们再看一下 在4.7 在4.7上啊 啊 它的就已经自自动的进行了一个 适配 看下面我们还没有适配 在其他屏幕上啊 都是自动的一个适应 然后这个呢 同样我们这个设置的这个页面啊 我们还可以同样在4.4寸下进行一个配置 然后看一下 这是左右两边距离上面的一个距离 然后高度我们让它固定 再改一下这个设置按钮 宽度高度 还有固定 然后我们再可以看一下 啊 看一下这个设置图标没有过来 我们还可以再给图标加一个 加一个约束 宽度高度固定 看它一般出红色呢 就说明有问题了 我们可以进行一个修改 这样 这样我们就适配了啊 这个 其他不同屏幕的一个屏幕界面的一个适配 同样这是我们以我的这个界面进行的一个说明 在其他的页面里面呢 同样会有这样的问题 你像这里边 这里边这个3.5英寸 我在4英寸下 在4.7英寸下 这里面我是已经做了约束了 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 好像这些没有做约束的 我们可以在自己做的过程中呢 在适应其他屏幕上 按照我们这种增加约束的方法 Auto layout给它增加一下自动布局 方便多屏幕的一个适配 这是跟大家强调的一点 这个多屏幕适配的一些啊 需要注意的地方 好的我们这个团团转项目就讲完了 大家在用的过程中 或在做其他的过程 项目的过程中呢 可以按照我们这个具体的一个思路 包括需求分析 系统设计啊 还有一些常用的一些功能点的一个技术研究 包括单约测试上线的一个流程 进行一个巩固和一个加强 好的 今天课程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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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